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包括语言 身体动作跟认知上 都不及一般的小孩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非常着急 那刚好有看到就是 马街的这个工作坊的海报 然后那时候很着急 然后看到又是免费的 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参加 然后之后我们其实 就是对我来说这短短几堂课 我觉得孩子他在上课与同侪相处 跟我相处下来都比较顺利 那孩子的个性也比较稳定 主要是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 在照顾孩子上面 真的是减轻许多负担 也学到很多该如何跟孩子应对 还有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安抚他 特别针对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 那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 可以参加活动 那我们每T次的一个活动是六周 而且是全程免费 那希望说透有早期疗育 亲自共学的这些的元素 结合了语言 心理 物理跟职能 相关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 然后提供家长照顾技巧跟认知的一些活动的建立的部分 那希望说也透过台北市也为了落实 这样的早期发现早期疗育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除了工作坊之外 我们也透过56家的早疗的医院 医疗院所来提供我们发展持患儿童的一个评估坚定 还有疗育的咨询的一个指导服务 那其实我们从109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鉴定了8255人 那确诊的是6062人 那透过这些的一个确诊之后 那我们也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希望说 如果今天有这样子需求的孩子或是家庭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专线 我们下面有一个我们的电话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六家 找了合作医院的一个报名的一个专线 然后可以来提供我们家长进行报名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资讯 也可以透过我们早疗综合服务网站来做查询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建构发展持缓儿童家庭 支持性学习环境及提升找户技巧 委托六家早疗合约医院办理亲子工作方 截至109年到111年7月 共办理58批次364位家庭参与 那亲子公网的现况 那马街医院已经承接从102年 入居承接到今年今晚有造计器跟年头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在这个整个办理的承办的这个心得上 跟承办的这些课程之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干苦谈 那其实在家长的回馈方面 其实家长都给我们很棒的回馈 很高的满意度 那包括可能是希望再继续能够参与 或者能够有更多在参加的机会 那亲子公网其实有几个最主要的特色 第一个是它具有多样性的课程跟实质 那除了在我们常看 常在导疗这个疗医课程里面看到的 心理师、好员治疗师 还有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智能治疗师 那还有一些课程是包括社工的介入 然后让家长介绍一些 可能在能够应用的一些 家庭能够应用的一些社会资源上 所以它在整个课程的多样性 可能包括想法的语言发展 会本动读 还有一些情绪行为 还有一些大小动作的发展 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家长 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资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超低的实声笔 虽然在这个执行的课程之中 表定上是我们只会有一位老师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课程之中 我们都会有一到两位的治疗师的参与 还有包括我们的助教 那我们的各个参与的人员 其实在整个实声笔上面 可以能够到2比1 甚至一点多比1 那对于家长来讲 可以提供很多客制化的服务 例如他在医院看诊 他可能很多时间没有办法询问医师 他孩子的状况 或者他需要一些个别的资讯 包括这样的情绪 孩子的行为 哪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协助的 那这样都会非常困扰 那其实在这个超低实声笔的这个工作坊里面 其实这样会有非常多 非常充裕的时间 能够去询问治疗师 或询问参与课程的老师 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这些孩子 然后第三点就是以家长的中心的服务课程 因为他是一个小团 他是一个短时间一个密集性的一个治疗的团体 那其实很多的资源的介入 包括我们各个专业的介入 那对于家长来讲 就是很围绕他的孩子 还有围绕他的家庭 提供他们最需要的服务 这也是会跟一般我们在一些疗密的课程上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 然后第四点就是 其实在我们每一次的课程结束后 我们都会有给他们听一些评估的量表 那其实都会很明显看到 他们可以提高一些对孩子的一些教养 或者一些疗愈的技能 并且检听他们自己在生活上 面对孩子照顾的 不管是他的情绪也好 不管是他的负担也好 或者是他面对如果去面对家人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检听他们一些 在照顾者上面的负担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执行执行执行上的一些课程的活动 我们在一些知能 然后有一些在一些认知部分的上课的教学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亲自讲座 好 就针对一些利用一些演讲的部分 好 或者家长提问的部分 让家长能够针对他们自己的问题 能够在这个一对一的这个问答之中 可以得到一些解决 好 那后面是一些家长的回馈 那家长其实回馈给我们的部分 其实除了很好之外 有些家长也希望能够 让他的孩子每年都参与 好 希望我们能够扑到凝联城 或者希望我们能够在后期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那这一块我们都会转介回到整个医院的体系来 提供一些后期的服务 好 那有家长也就会有回馈说 其实经由观众道老师的教学 好 可以知道说怎么要跟孩子一起互动 怎么要跟孩子一起玩 那其实这对于家长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们后面的介绍是 优惠生局的补助的时间 其实很谢谢北市的支持 他的时间是够长的 所以我们在事办第一年后的第二年 我们发现有一群很特别的孩子 他很需要被分别出来去协助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一部很红的罕剧 大家有在看 就是非常律师语音语对不对 那前面也有一部很好看的罕剧叫Good Doctor 每剧都去犯胎的演出很好看的剧 里面都是提到了一群很迷人的孩子叫自闭症 那自闭症在近20年来 他大概盛行率从万分之五跑到了最 最新的数据是四十四分之一到三十八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成长的二十倍到四十倍 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那个 韩剧眼的这些人会在我们身边 我们很容易侦测得到他们 那这些孩子呢在美国或欧洲呢 他们其实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非常推动 三岁以前的早期的发现跟介入 那在台湾这个部分也慢慢 也透过这个方案我们就开始追这个进度 所以呢 我们在跟张老师讨论的过程里 我们把这一群特殊的尺寒的孩子 可是他同时和病类自闭症的孩子 我们分别阻力出来 成立另外一个早要的 一直介入的基金 那我们从2017年到去年 这段期间我们总共服务了三十个家庭 五年里面总共有七百七十个人 是出息率有高达至十百分之一以上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在周末假日 我们是在平日 然后家长要全程陪同 在里面一起学习 所以其实对于北市双新的家庭来讲 家长可以有这样的投入 其实对他们后续能够把孩子 投入更愿意自己带孩子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服务量跟出息率都很高 好 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 我们也做了一些的统计 在这几年来五年以内的家长满意度 无论对课程内容讲师 还有一些活动的安排等等 我们统计 我们自己其实是统议出来蛮高兴的 就是满意度我们讲 包括满意度有到99.6就是的家长 大概全部都是填满意到非常满意的程度 在这五年里面所有参与的家长 那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研究数据 想去看看跟国外的一个趋势比较 那那个结果也很好 结果我们也发现不是值的感觉 就是说家长所有进步 在量的分析大概也全部到研究的显注值 就是包括家长觉得自己实际的效能 掌控孩子的能力 还包括精致压力感跟社会务力感的減低 我们在比较新的资料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见 这些自闭症所谓孩子的一些相关严重的症状 其实透过短短的六堂课 家长待家里的执行 其实也都可以有一些折销的改善 卫生局期盼透过工作方 以小班经营方式 让跨专业团队能够共同透视家庭互动需求 与沟通障碍 进而提供个别化计划提及福导 快速解决家长及幼儿困扰 记者文君台北报导 为了支持弱势家庭的孩子 发展兴趣勇敢追梦 而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启动 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了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也特别邀请爱心大使维里安 和两位小舵手一起拍影片 号召大众响应 给孩子翻转未来的机会 喜欢音乐的嘎嘎与洛洛演奏维里安 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 在儿福联盟小舵手助学计划的资助下 小舵手嘎嘎与洛洛开心学习吉他与长笛 往音乐的梦想前进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下 嘎嘎跟洛洛 你们选择乐器的过程 还有接触长笛 接触吉他 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源忌讳 我一开始喜欢唱歌 然后看人家彩吉他 边唱自然自唱 就觉得很帅 然后就去学了吉他 后来妈妈一开始就很反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叫我 唱他想要听的歌 然后妈妈就很支持我 那郭默你也是 怎么接触到长笛了啊 我是国小的社团 国小就学了 老师就是应该看长笛社 就是缺人 然后就推荐我去 然后我有回去问爸爸 爸爸也说说好啊 你就直接去学 就是女生还要一个一技之长 然后就去学 然后就学了 国小毕业 然后想说国中应该是 不会再继续学了 然后结果社工找到 我就说他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继续学 然后想说 那我就把我抽空时间 都拿来学这本 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会去聆听我吹的每一首 他都会在车上说我今天听了好感动哦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考第一集之类的 我就说你好夸张 我会用我的音乐 给他的心注射一种音乐性质的药物 让妈妈可以很开心很快乐 儿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陪伴孩子追求梦想 特别邀请爱心大使韦里安 与两位小舵手一起拍点亮小舵手梦想音符影片 号召大众透过捐款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一个翻转未来的机会 我愿意帮助小舵手们不因家庭困境中断学习 陪伴小舵手们寻找追求未来梦想的机会 好的谢谢韦里安 我想就是儿蒙30年来一直都在协助弱势家庭 但我们在协助的过程中也会发觉说孩子 除了吃饱穿暖以外 其实他在人生上也会有想要追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他如果喜欢体育 喜欢音乐喜欢艺术 我们是不是能再多一个资源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在19年前开办了小舵手的助学计划 希望就是说如果孩子 他真的会有兴趣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陪着他一起去寻找师资 寻找支援 然后一步一步陪着他们 学习他们的才艺 然后透过这些才艺的学习 他们可能会增进他们的一些自信心 然后拓展他们的眼界 对他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非常的简单 有如我们这个牌子上面的游戏 所写的有三种方式 三种行动 第一个行动成为助学人 就是每月定期捐款 资助弱势孩子学习 然后第二个行动可以揪团做爱心 大家最喜欢揪团买东西 每个人一百元团购最暖心的下午茶 所以 行动3 分享故事 让更多人看到小舵手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搜寻我们的小舵手 和互联盟的小舵手 喜航助学计划 是的 谢谢维迪安 就是艺术类的 有人是画画 有人是纸粘土这样 那像音乐类就是会有很多种的 看他们喜欢的乐器这样 那体育方面就看孩子喜欢游泳啊 跆拳道啊这些的 都是跟孩子一起去讨论 然后看他喜欢什么 然后拟定个人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开始寻找相关的师资 我们多半因为是弱势家庭 所以的确是在学费上 我们都是全而资助的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碰到的困难在于 譬如说有没有相对的师资 所以我们还要陪着孩子去找这样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交通的问题 所以当孩子如果年纪比较小 然后他的那个才一般不见得是交通可及的 就要家长在支持负责接送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裁判老师是很投入的 他是主动自愿来接送孩子 因为家长有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说只是付学费的问题 是怎么样能再怎样的安排 让孩子可以顺利的持续的去学习他的才艺 而小舵手跟其他的方案比起来 当然他的募款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比较关注说 孩子应该是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这是我们持续努力的 因为我们等于已经做了19年 我们希望孩子这个学习才艺的东西是不要中断的 我们也除了照顾儿盟服务的家庭 我们今年开始也企图除了儿盟的家庭以外 去连结社会局的一些孩子 比如说他们如果也真的有心要学习这些才艺 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讨论拟定个人的计划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十几年来服务了300多位的小舵手 会继续再拓展下去 小舵手启航助学计划 帮孩子翻转未来 而福联盟指出每一次学习都是弱势孩子改变未来的机会 小舵手助学计划资助对象从小学到高中生 助学计划分为音乐 艺术与体育三大类型 分析学习成效 发现孩子们透过接触才艺课程 找到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甚至在师长或同侪的掌声中找到自信与成就感 而福联盟邀请社会各界一起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圆梦与翻转未来的机会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plus中加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加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期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 疫情趋缓内湖区公所特地在大湖公园阳光草坪 举办露天音乐会活动 邀请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户外音乐演出 还有儿童剧 吸引许多家庭亲子踊跃参加 适逢年底选举 港湖地区的各议员参选人 也把握机会到现场 发送选举小物和民众互动 一起度过美好的假日时光 港湖地区选出的立委高嘉瑜 这次来参加内湖区公所 举办的露天音乐会活动 在现场除了跟民众热烈的互动 拍照留念 也特别赞许这样的音乐下乡活动 对于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休闲亲子活动 从现场可以发现 许多家庭总动员在草地野餐 欣赏音乐与演唱 气氛非常的悠闲美好 仿佛置身在国外或深山的感觉 身心灵的感受相当舒服 对因为我们内湖南港这边的 艺文活动很丰富 尤其是在我们大湖公园的草坪上 常常假日这个亲子都会来这里游乐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音乐表演 搭上今天的天气其实还蛮适合 全家大小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那夏日晚风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之下 提前来度过愉快的父亲节 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 我们大湖公园一起来走一走 还有又出品吗 对啊 这边好久 你看走路来就可以 对啊走路来 享受这么好的这个跟国外一样 然后他的音乐 然后那边陆下那个树下还有人 好像以为在录影一样 人家以为你在这个坚持山上 就是在大湖公园 好坚持山上 就以为在山上录影就没有 就在城市里面有这么好的地方 真的 好棒 那再加上我们这里的民众 其实也都非常的友善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说 台湾人那种开心自在的一种环境 跟很棒很舒服的一个气氛 立伟高嘉宇表示 透过艺文活动 让更多人走出户外 来认识这个风景优美的大湖公园 而透过艺术活动 也让有山水之美的大湖公园 增添人文气息 立伟高嘉宇也邀请民众 有空就可以来这边走走逛逛 坐在草地上 亲身体验大湖公园的自然魅力 非常疗愈 一年一度的大通区公所成年礼活动 受到疫情影响以线上方式进行 总共有73位李生和家长在线上参加 区公所除了准备丰盛的奖品 还精心安排亲子默契大考验 以及精油按摩等孝亲仪式 让李生和家长们共度 一生一次难忘的成年礼 来各位李生各位家长 摆除你们最灿烂的笑容 73位李生和家长们透过荧幕 进行成年礼仪式 主持人也一一献上祝福话语 大通区公所以献上方式举办成年礼 并且安排亲子趣味默契大考验 精油按摩孝亲仪式等活动 而参加的李生们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 有多足姐弟党 兄弟党 还有双胞胎主 许多家长表示第一次听到孩子说我爱你 都相当感动 看镜头看镜头笑一个笑一个 这么美 好祝福我们 文慈春风得意 步步高升 好恭喜文慈 再次 好现在是我们的姜慕玲 慕玲 慕玲按个举手键 找到了 慕玲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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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帅 好 欧巴 对 来大同区的欧巴 来 比赛 好来 321 我们就祝福我们的慕玲 万事如意见功利耶 恭喜慕玲 今天是我们大同区111年 放心展望 一起大同的线上成年礼 那因为今年啊 每年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为了庆祝人生的转利点啊 我们都会办成年礼 那不过啊 这两年确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考量不群聚啊 可是我们还是 没有把大家忘记 我们办了线上的活动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过完情人节 接下来再隔两天就是父亲节 那我们主要是要让 爸爸心目中 上辈子的亲人 或是心目中的无地铁金刚 利用这个下午 跟爸爸妈妈拍一个下午 过一个有意义的成年节 来 爸爸妈妈你可以要求 这个力道要不要再重一点 很轻一点 教了爸爸 我要重还是轻 再重一点 除了让李生和爸妈温馨互动 去公所还准备丰富奖品 以及彩蛋大奖 有现金五千元红包 还有运动手表 蓝牙耳机等 要让在家防疫的李生与家长 也能在空中开玩一下午 到底是哪一位适应的 李生要带回去 来 请转盆 准备丰富奖品 这下就迎 结合 祝你 结合 为了让各位李生跟爸爸妈妈的互动 我们今天啊 特别除了默契大考验之外 我们还有一间孝庆的波动 比如说我们会经由按摩 还有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默契大考验 当然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彩蛋大礼 这个就容我这边先卖一个棺子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我们大农具啊 从来不会来人失望 因为今天啊 最佳的男女主角就是各位女生 大家都成年了 也祝福大家能够展示高贝 那展示高贝的同时也要记得 要孝顺爸爸妈妈 那我这边也要同时祝福啊 线上女生的爸爸妈妈 家庭幸福啊 身体健康 那同时啊 再过两天就是父亲节 我也要祝线上的爸爸 父亲节 还有我个人 父亲节快乐 谢谢大家 大同区公所方月琪区长表示 成年里一生只有一次 有着延续传统文化的特别意义 随着时代进步 活动需要添加更多年轻人喜爱的元素 并藉由网络社群媒体的传播 扩大活动的能见度 也为大同区成年里打造出好口碑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适逢中秋和文旦产季 农委会鼓励民众中秋烤肉买食材 选择当季农鱼产品 推出促销优惠方案 消费满额就可以抽200元的农油券 预计发出30万份 可以在全台3500家合作业者 折抵消费 农油券3.0推出 农委会在适逢中秋之际 鼓励民众烤肉买食材 挑选当季营养的农鱼产 民众只要在农油券活动 合作业者及四大农委会 合作平台购买文蛋 满石斑鱼 白袋鱼 竹甲鱼 五载鱼 台湾雕等 六项农予产品 消费满600元以上到APP登入發票 就能抽200元农油券 我今天要跟所有的消費者報告一個何康的 就是要推出我們的农油券3.0 那我想在农油券2.0的時候 深受大家的喜愛 其實我們做了問卷調查 滿意度高達九成七 在這樣的滿意度底下 我們發現所有的3000多家的業者 新增加的客員是超過六成 而且這樣帶動整個農漁村 超過500萬的人士來到我們的農漁村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 所有3000多家的業者裡面 包括我們的農漁會超市 包括許多賣販售台灣農產品的業者 以及我們的休閒農場 有八成四的業績是非常有具體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所有3000多家的業者 待會市民總幹事可以分享 九成九 都希望農委會可以再次的來 發動我們的3.0的農油券 那因為我們這樣的一個投入10億 我們創造了高達70.7億 這樣的一個收入 其實這樣的一個政府的支出 對這樣的一個收益 達到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因為有2.0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今天推動了我們的3.0 這3.0的活動是什麼 就是希望我們中秋節 來剝文旦 來吃石斑 我們的六吃新外 那六吃呢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文旦 接下來當然包括我們的石斑 我們的白帶魚 我們的竹甲魚 我們的五花魚 跟台灣雕 那什麼時候開始 從今天開始 那一直到我們9月底 你只要在這一段期間 到我們所有3000多家活動的農油券 活動業者 以及我們還有四個電商的平台 只要在這裡購買 你都有資格 可以來抽農油券 所以我們有兩波 第一波 就是8月8號到9月30 歡迎一起來採購 第二波 等到抽到農油券之後 我們歡迎再到我們所有的 3000多家的農油券業者 來消費 那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大家都有手機 你就要下載 其實之前 已經有超過好幾百萬的消費者 都有我們的農油券的APP 在APP裡面 你只要點進去 那有一個叫店家查詢 店家查詢裡面 有一個活動 叫做撥文蛋 來吃石斑這個活動 完之後 你看你要想去哪個縣市 全台灣各個縣市 都有我們豐富的農魚序的產品販售 也有許多的生態休閒農村的旅遊 那你就可以點相關的縣市之後 你就可以到你所想要的 這樣的一個店家來購買 我覺得這個政策 非常的受益到 不只說 讓大家認識我們 全台的這麼多的農會 跟這些農特產品販售點 然後讓大家就是有一個管道 可以來知道吃到 我們台灣最棒的農魚產品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善的循環 善的循環 因為在我農會的超市的話 大家因為農油券而認識的農會 然後來到農會之後才發現說 農會其實賣的是 所有全國的最優質的農特產品 那還有就是我們當地小農 青農最棒的產品 簡短的一個我們的食物的里程 跟我們這個減碳其實也是一個相關 然後來就是說農友也不用為了這個農產品到處 像尤其我們現在小農青農 為了這個農產品到處奔波去賣去做廣宣 就是廣宣 那其實透過農會這個平台 大家來到農會的之後 把他們的產品都帶回去 我覺得這是對他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那而且我覺得 因為農會的本質就是要幫助這個農業 農業都是要幫助農業 然後給農會發揮到自己的存在價值 然後讓社會大眾對這個農產品有所認識 然後我覺得 我一個很大的一個感想就是說 今年在推鳳梨四家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說 我不要吃鳳梨四家 我要吃那個大肉 他們認為說鳳梨四家就是外小材料 然後他們不要買 後來我們很認真去推之後 我發現消費者反而覺得說 大木的鳳梨四家一起就偏甜 那那個大木的四家是比較甜甜 然後我們那個鳳梨四家有酸酸甜甜的 微酸微甜風味 反而大家會喜歡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藉由這個農油圈的推廣 鼓勵大家來吃 然後這樣的話 反而是我們一個農產品 推廣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這是我覺得 照我超市那邊的收益 那當然也是因為 有農油圈之後 大家認識了我的超市 讓我們的燕西真的有成長 可是我覺得這個成長 再來就是我們協助到更多的農產品 更多的小農青農 就是我覺得這個政策是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那也是發揮我們農會應有的種子 就是照顧農民 增加農民的收益 然後讓我們農村經濟可以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的是一個很散的循環 這個石斑魚跟這個鵝蛙魚還有台灣鵰 是台灣大宗的養殖魚種 那竹椒魚跟白帶魚是近海魚種 也是目前台灣的這個主要的 這個外銷的魚種 都是具有高品質以及高基地價值 像這個石斑魚 石斑魚在台灣常見有三十幾種 那有養殖的這個部分大概有十幾種 十三種左右 那我經常在外面看到這個餐廳 招牌如果掛著說生門海鮮 我想到的就是石斑魚 因為它是底漆性肉食性活動力非常強 那目前台灣的這個養殖的石斑魚 大宗還是龍虎斑 我們知道說它是有公的這個龍膽石斑 以及母的老虎斑 經過人工配種培育而成 所以說它有這個龍膽石斑的豐富的這個 這個膠原蛋白 而且有老虎斑的這個細緻的肉質 這個過去都是在高檔的餐廳裡面 才吃得到 那另外像我們的五花魚 它有掃吃 而且它的油脂豐富 它的這個肉質鮮美 這個部分我記得以前 早期在鄉下 或是說一般的這個民眾 還有俗願說 鷹鷹是秋三面四面四面 或是說有些人講說 鷹鷹是紅三面四面 五花魚都排在第一位 就表示說這個是高級魚的 一種代表性的一個魚種 那現在這個五花魚 除了泉魚之外 有做蝙蝶切 蝴蝶切 或是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蟻葉桿等等 食用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像另外一個品項像像台灣雕 台灣雕也是台灣的養殖漁業之光 我們知道的早期的這個五花魚 經過不斷的這個育種品種改良之後 現在是體型比較大的這個台灣雕 我們現在都有各種的一個認證 行銷到歐美 行銷到歐美 也是我們國產裡面 CP值會非常高的一個國民美食 像現在中秋節這個也都是非常好的一個燒烤的魚種 萬萬魚也都是非常好的燒烤魚種 那白帶魚跟這個竹架魚呢 這個也都是我們近海的非常好的好魚 那我們都知道說 魚肉是最優質的這個蛋白質 除了營養豐富之外 它的這個不飽而脂肪酸 EPA DHA等等 都可以預防性血管疾病 或是促進小朋友發育等等 這個都是非常好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多吃魚多健康 那現在魚匯啊 生產的這些魚產品 都是有事先檢驗 而且在有認證的加工廠 處理三清真烘包裝 冷凍低溫宅配 整個品質是非常有保障的 即日起在三千多家農魚匯超市消費 買600元可抽200元 預計發送30萬份刺激買器 10月5號抽農油券 獲獎民眾可以在年底前再消費 記者問軍 台北報導 有事先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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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 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 AI技術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2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 看看新聞來源作者還有日期 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 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佳期盼關心您 您好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我是吳俊松 天氣持續晴朗炎熱 基隆七八兩個月的雨量創下新低 其中水源之一的共寮雙溪地區 降雨量更比去年大幅減少85%以上 也造成中正和信義區供水困難 基隆市長林宥昌特別到新北市 視察共寮壩狀況 並且了解自來水公司的應變計畫 林宥昌要求水公司在8月15號 把民生用水送到所有停水加戶中 讓市民可以儲水備用 他會自動倒壩 他目前因為降雨量比較少 所以他都是神巴蓄水 但是因為真的太多天沒有下雨 他水量一直降低 那我們的取水口就是在這邊 就從這邊取水進來 那目前的水位已經到1.15米了 所以我們最低只能抽到1米左右 所以現在的水位真的是比較危險一點 水公司股長 向基隆市長林宥昌說明 共寮壩目前取水狀況 由於共寮雙溪地區 主要供應基隆中正信義區用水 不過今年氣候異常 7-8月降雨量比去年大減85%以上 造成中正信義兩區出現供水困難 今年到7月份只有39公里 那8月份到現在只有9公里而已 所以下的水非常少 基隆河也是一樣 所以造成共寮資源到新竹地區 主要就是剛才市長提到的 信義區、中正區這兩個高地區 那資源的水量就變少了 那我們有好幾個做了好些努力跟措施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 我們就多從北水處這邊購水 可是北水處的水不能直接資源到基隆 它是直接資源到汐止這個地方 那汐止平常由新山水庫出水的部分 那就可以少出水很多 改由這個北水處來支援 那另外我們也積極在接洽水利會 能夠多移用一些灌溉相關的水 那還有就是從新山脊水場還有安樂 還有暖暖這邊增加一些出水 從這個重法加壓站這邊 打到信義跟中正高地區 希望能夠再讓這些高地區的用戶 能夠早一點可以有水 基隆市長牛昌特別前往新北市的貢寮淨水場 視察貢寮霸取水狀況 牛昌表示 在雨水公司多方協調下 中正區大型社區水塔已經注滿水 至於信義區部分高地社區 則要求自來水公司集中力量 在8月15號把水注上去 希望恢復供水 讓家戶至少可以儲水備用 要針對我們基隆市目前還供水不足的這些區域 特別是剛剛提到的立井江山周邊幾個大型的社區 集中力氣把資源放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無論如何要把水把它供上去 那值得慶幸的是現在全台灣 並不像前一兩年是全台灣都缺水 只有基隆這個水庫還有將近百分之百的一個儲水量 那現在是這個因為東北角沒有降雨 基隆部分地區缺水 不過其他的地區水情是穩定的 所以這個時候自來水公司比較有力量 可以從其他的縣市來調配相關的一個資源 我們會跟自來水公司來做延商 那有必要的話我想我們就會把這些 包括游泳池或者是其他吃藥用水的部分把它停用 我想把水把它每一分每一滴都把它節約起來 來公益民生的一個用水 一步步水車直接開進立井江山社區 社區居民趕緊提著水桶前來取水 因為從8月10號起這裡就無水可用 居民直說快受不了了 我去死不六港了 都沒水啊 都沒水完全沒有水 這麼好玩 這台那人去那邊下班那邊 有進了 有進了 謝謝謝謝謝謝大人 有進了就好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好 先開水塔聽到水聲 社區居民開心的鼓掌叫好 在金融市長牛昌強力要求下 載水公司動員多部水車載運數十噸水 直接引進立井江山各棟社區的水塔裡 再輸送到各家戶中 牛昌也特別到社區與信義區多位市議員 共同向社區居民報告這項好消息 也提醒居民儲水備用 在過去幾天停水的這些社區或者是區域 今天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水送進來 那所以我下午這個時間特別過來 缺水最嚴重的立井江山社區 這個最高的這個點 也就是我們社區的居區 那剛剛很高興這個聽到水聲 那所以已經注入這個水塔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等水塔注滿 然後往上面打到這個樓頂的一個水塔之後 就可以開始供水 牛昌強調雖然氣象單位預估 8月底會有一波封面帶來降雨 渴望解除基隆缺水危機 不過還是呼籲所有市民結為用水 才能共渡難關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基隆信義區美的世界缺水第9天 自來水公司持續派出水車供水 消防局連續三天派水箱車 協助輸送175噸的水 注入大水塔 讓水塔水位逐漸上升 解決無水之苦 民眾推著水桶交花 但這些水源全來自住家旁的燕色湖 而不是住家的自來水 這樣一桶一桶提喔 對 社區公園剛開的花不敵烈陽曝曬 有的已經枯萎 居民不忍心 只能到旁邊的櫻夢湖打水灌溉 種一些花讓它漂亮一點 對不對 結果現在缺水 可是你不能放棄 放棄你前面種的都完了 你看那個燃球場那一整片 那個現在都開鮮丹花 紅的粉的黃的很漂亮啊 你不教它會死啊 社區內的洗車店也好不到哪去 因為水量很小 暫時無法飲業 店裡堆放大大小小水桶 就超過十多個 沒辦法 沒水就是沒水 美的世界社區 在消防局水車的協助下 將自來水水車注入水箱車 經過高壓輸送 再注入社區300噸的水塔 讓三天前原本已經見底的水塔 注入了超過150噸的水 預計這兩天就可以供水 這個水塔是有300噸的池水量 那因為這個水塔是專用於 在我們美的世界社區 我們社區裡面有250噸的住戶 那因為這個水位 如果沒有達到一個 那個就是高水位的話 我們這個是屬於高地供水 用動力的方式來供水 所以這個家務還沒辦法 去享用到那個水的資源進來 所以我們盡量說用這個 像就是河醫院來爭取的啦 用消防局的車輛 來做高壓高陽的那個輸送 一般的自來水車的壓力 是沒有那麼強的 那那個消防車的水柱呢 它本來就是在救火用的 它的壓力非常的強 幾噸的水大概是不用幾分鐘 就馬上就可以灌入我們水塔 所以說我們就是會建議說 以後是不是用這種方式來 就是把這個水 注入我們社區裡面的水塔 讓公民眾使用 我們消防局大概從13號開始 那前天昨天還有今天 我們陸陸續續提供我們消防車 給我們相關的一個社區 那也協助災水公司 他們來輸送這些水源 那目前來講這幾天 我們一共提供了28個消防車的車次 那還有175噸的那個水源 我想這些水源 對我們消防車來講是沒有影響 因為但是這些水源呢 我希望說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他能夠一起來珍惜 大山澳坑地區持續的缺水 升溪路一帶店家沒有水 乾脆拉下鐵門休息 而立井江山社區持續派水車來供水 我們就吃了嘛 你不能洗菜洗得乾不乾淨 你要怎麼吃 基隆持續高溫沒有下雨 水庫只能再撐十幾天 面對即將可能採取的分區供水 民眾還是要珍惜水資源 動體時間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社區兒童遊樂場是許多市民 共享親子時光的好去處 不過仁愛區虹橋裡 移出兒童樂園裡面的溜滑梯等郵具 今年4月突然遭到拆除 讓虹橋裡居民感到意外 里長更在基層訪視座談會上 向市長陳勤直呼可惜 怎麼回事呢 一起來關心 位於民傳國中上方的 虹橋社區兒童樂園 園區內設有溜滑梯 蕩秋千等郵具 多年來一直是 當地居民帶著小孩 油氣的好去處 不過今年4月 這些郵具 卻突然遭到拆除 當地虹橋裡里長 李璧霞在仁愛區 基層訪視座談會上 當場向金融市長 李璧霞反應 直呼好可惜 一個好好的小孩 玩的地方 整個都聽聽信感 而且聽聽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 我是第二天 聽到裡面說 欸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 我第二天才去 才到現場看到 我感覺到這個 非常的可惜 對此的愛區公所區長林文森表示 主要是近幾年 中央要求公共場所 遊戲器材 需通過安全檢驗 市長林游昌進一步說明 營建署設有兒童器具相關規範 需符合規範 否則不安全就需拆除 以避免兒童在遊玩中受到傷害 金融市政府已經在著手規劃 重新申請經費 建置安全的兒童郵具 因為我們的栽材 也是不能使用 那現場還是要把它封密 其實不能使用 那經過我們討論結果 就是說先拆除 那後續我們再來爭取 經費設置符合標準 現在包括標華等等 所有的遊戲機材 一定要經過 那個內政部的 中央標準 景面通過一二三公設置 中央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你今天如果不符合標準 如果發生了小朋友受傷 或者是發生了其他的意外 這個會有延伸國平的案件 會有問題 那以前因為沒有規定 沒有標準的華鏡 那現在又有標準出來 另外蘇院里長林文肯反映 位於仁愛區行政大樓對面的 修竹居 周邊巷道路面凹凸不平 希望金融市政府能加以整修 以維護居民通行安全 記者 向中央普渡法會 廣場前信徒若育不絕 帶著共品前來普渡 平安就好了 大家平安 還有這個疫情看起來 都沒有去 趕快散去 廣場上擺滿各種共品 慈雲市準備了50多種素食 讓好兄弟享用 今天是我們有七月十多 有是普渡日子 還有很久的展破 差不多1700分 也有市長林俠昌市長 候選人蔡世英 還有謝博良 他們都拿一對一對來 動品來展破 廟房也有很多很多素材 也要討論五千來製作 所以辦得很嚴重 每一年每一年 全家人來展破的送禮 老爸說好兄弟 保佔我們大家平安休息 今年參加代辦占譜服務的 超過1700份 堆成兩座小山 信徒參與踴躍 我參加好多年 好幾十年 方便性在哪裡 方便 我們就是住在附近而已 就是這樣很方便 我們慈雲市 每年的普渡法會 都是我們這地方的盛事 我從小就穿著開當褲 在這個廟門口這邊玩 所以我從小到大 都在慈雲市這邊長大 所以看著我們慈雲市 每年參加普渡的人 每年比每年都一直在增加當中 最主要是因為說我們慈雲市 它是用非常很正統的 一些相關的規範 下去進行普渡的祭典活動 所以我們所有的信眾 都會大家互相會互相會 告訴對方 告訴其他的人 就說慈雲市 這個普渡這個活動 所以每年都有在 人數都有在成長當中 而且我們也會 每年都會來參與這個活動 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來廟裡參加普渡人潮 雖然不比往年多 但參加占卜的信徒 越來越多 這邊很方便 因為家裡要準備很多 共品 現在來占卜的人 越來越多 廟方也是準備了很多 雖然都是事實 可是你看兩排都很豐盛 來祭拜這些好兄弟 中原普渡信徒全城戴上口罩 準備豐盛的共品 全城祭司老大公 祈求疫情趕快過去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由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祥 結合市議員林敏勳以及林恩典 一起爭取基隆客運 從新北市的瑞芳車站 行經基隆市暖暖區 載到台北市南港展覽館 南港轉運站 以及松山車站的跳蛙公車新路線 8月15號一大早正式成功發車 林沛祥林敏勳以及聯恩典 一起親自搭乘 頭班客運首發車來回基隆 聽取乘客建議 了解各項問題 作為未來調整跳蛙公車 時間和班次的參考 希望讓暖暖區通勤的民眾更方便 8月15號一大早 暖暖跳蛙公車正式順利發車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祥 基隆市議員林敏勳以及聯恩典 一起親自搭乘6點多 頭班客運來回基隆 收集乘客意見和建議 了解各項問題 議員們希望乘客的意見 可以作為未來調整暖暖跳蛙公車 時間和班次的參考 希望暖暖區通勤的民眾更方便 手班我們也一起搭往終點站松山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些民眾也非常開心 那同時今天雖然人不是很多 但是慢慢這個訊息他們也傳出去了 那特別我們在車上也跟這些好朋友說 是不是大家一定要共同來宣傳這一條 讓我們這一條能夠說是活下去 讓以後我們就會再繼續的這個真班次 真站點 對 因為跳蛙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那個享有1280的這個雙北的月票 那你搭捷運搭公車在雙北市區 都是1280的月票 那更大的好處是說在後端的很多民眾 也會有這個搭乘不上去的這個困擾 那這個跳蛙公車上面可以用跳蛙的APP 先把它預定下來 那你一定有位置可以搭 那可以解決到我們後端 尤其是這個協議三水網後面的這個站牌 包含那裡郵局 那未來我們要新增的這個水源地的站牌 未來都可以用這個跳蛙公車先預定畫票 就一定會有位置可以上去 很多人在PTT上面 甚至在網路上面常常會質疑我 說為什麼去動用雙北的預算 來去幫我們基隆人爭取這個權益 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個是北北基三營的一個方案 基隆人搭車去台北上班 而不是自己開車 新北人搭車去台北上班 不是自己開車 這會讓我們高速公路 再細止到建國交流到這段最擁設的高速公路路段 能夠獲得極大的疏解 而台北市政府如果說我們越多的小客車去台北上班 那他們第一個停車位已經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市區恐怕會變更的擁擠 而他們在當地的交通 我們也都知道台北市市區塞車非常嚴重 那目前最快的解決方式就是大量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但是這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公車而已 是雙北甚至北北基的公車都要一起來努力 把這個運量最大化 暖暖跳蛙公車APP可以上網訂票 保證有座位 更可以使用雙北1280月票 這條暖暖松山線 從瑞芳車站發車 經過劫餘坑站 四角亭站 幸福華城站 血液山水站 暖暖郵局站 上高速公路 到台北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轉運站 育城國小 再到終點松山車站 可以疏解基隆市暖暖到台北市 南港和松山尖峰時段幾乎客滿的旅運需求 但是這條跳蛙公車路線 能不能夠順利經營下去 也要看日後乘坐的客員量 因此副議長林沛翔和市議員林敏薰 以及連恩典 都不斷宣導民眾多多搭乘這條路線的跳蛙公車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眾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再次回市場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